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里之口就是一个大理石雕刻的井盖 但它长得很像人脸 有着类似人的面孔 有鼻子 有眼睛 还有一张血盆大口 成熟人把手伸到这个大嘴巴里面 如果人说谎了伸进去的手就会被咬 因此很多人莫名而来 哲理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景点 很多人想来试一试 把手伸进去会不会被咬 现在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呢 虽然是好玩的 但在当时的年代这个玩意儿和现在测谎一样让人胆战兢兢 但通话说 不错亏心事 不怕鬼操门 只要心里面本心无愧就好了 小编觉得这很适合一些小情侣 要是你们觉得自己对象在撒谎的话 那试一试就知道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